183. 《蘋果日報》 山東男子殺色炸公園三死二十三傷 2015年7月22日兩岸邀文 A. 二十山東省河澤市一個公園前晚發生爆炸案 一名男子在公園內引爆土製炸彈 現場民眾認聲倒地 死傷者血肉模糊 不但斷之散落一地 更有人頭被炸A 事件造成三死二十三傷 當地警方初時以為是恐怖襲擊 經調查是一名80後無業男子 長期運病嚴世而犯案 事發在河澤市丹縣的湖西公園 前晚10時34分公園突然發生爆炸 爆炸威力強大 當地市區都看到爆炸引發的煙霧 閉路電視拍到的片段顯示 在三秒內現場被煙霧籠罩 霧出的火焰約10米 現場滿地血 目擊者稱多名傷者的手腳被炸斷 殘枝散落一地 有人稱事發時公園內民眾都被衝擊 波擊倒在地 當他醒來後發現一名江口上大學的 女性朋友的頭部被炸飛 他只好用衣服蓋住朋友的驅體 警方接報後以為是恐怖襲擊 大批警員到場將傷者送到附近醫院搶救 其中三人傷勢嚴重 另外三人死亡 其中一人試引爆炸彈的男子 警方調查發現該男子名叫謝卿堂32歲 長年失業 而且雲竿硬化覆水 近一病情惡化 因此到公園引爆炸彈 山東齊老敏步 fiction.ne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